这个脚带沉重木家伤痕累累的少年 被几个标情罪汉从木箱中拖出 狠狠地鞭打着 用他脖子上的木家当作靶子射箭取乐 稍有偏差就可能一命呜呼 此刻他的命剑不如蝼蚁 但是少年依然毫无据色 瞪着野兽般的眼睛 他就是日后一统蒙古猪布 吞金巢并熄下灭花辣子魔 征服足迹原底东欧的成吉斯汗铁木真 铁木真的父亲是蒙古起研部首领叶苏该 惨遭仇敌塔塔尔人毒害身亡 手下的部众很快便叛离 投奔太赤乌布 所有的马匹羊群都被夺走 身为长子的铁木真 因为身材矮于车轮暂时逃过一切 从此与母亲兄弟陷入艰难困境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铁木真慢慢长大 太赤乌布的首领塔里呼台 一直对他的存在耿耿于怀 很快带兵找上他们 毫无防备的铁木真在逃已经来不及 看着儿子瘦热的身躯 带着重重的木家 老母亲科尔伦伤心无奈 绝望地流下眼泪 低沉的哭泣声貌似传遍整个草原 铁木真被抓后 受尽酷刑和侮辱 趁着看守喝醉睡着 他逃了出来 自此开始了逃亡 游荡在草原各处 无时无刻不再被追杀 但他没有因此而意志消亡 而是在困境与逆流之中强大 终于他成长为像父亲野素该一样 再次找到了母亲 并迎娶了他的新娘贝尔帖 但命运没有给他过多的安逸时光 灭尔起部落的脱黑脱恶 为了抱当年父亲野素该抢亲之仇 发动突袭 兄弟们奋起反抗 但奈何敌众我寡 新娘贝尔帖被抢走 铁木真被一毛刺中 跌进冰冷的河里 顺流而下 最终他凭借坚强的意志 从滚滚的河水中爬了上来 他没有别的选择 唯有强大 才能保护好家人 夺回妻子 铁木真联合强大的克列布王涵 扎达兰布扎木河 向灭尔起部发起突袭 时过九个月 再次见到妻子 已经怀孕待产 妻子安求铁木真 不要杀掉他与腹中的孩子 铁木真没有多说 只是紧紧抱住了他 此时 脱黑脱恶也帅不赶回 随即双方又展开激战 骁勇善战的铁木真兄弟 强大的克列布勇士 扎木河率领勇猛扎达兰布 可谓是强强联合 痛击之下 脱黑脱恶只能率领残布狼狈逃离 战后王涵见铁木真有勇有谋是个英雄 与他交换帽子 认为异字 自此 铁木真与扎木河联合一处 经营不足 铁木真部也得到了来之不易的 休养生息的机会 因为他善于笼络人心 善待不明 部落很快得以崛起壮大 但一山不容二户 与扎木河开始出现诸多分歧 知道扎木河的弟弟 牵去铁木真的牧群盗马 被看守一箭射死 他则令铁木真交出凶手 却遭到拒绝 铁木真认为 他的手下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偷盗者就应该被惩处 由此矛盾爆发 双方大站在一起 但此时 与扎木河的实力相差十分悬殊 很快 他们就败下阵来 铁木真残部 被追至山谷团团围住 扎木河并没有对 从小就结为安达的铁木真 赶尽杀绝 放过了他 可铁木真的部人 却没有逃过被血洗的命运 赤裸着上身 一个个被砍下头颅 没有一个求饶 鲜血染红了洁白的冰河 铁木真遭惨败之后 率领残部 退去沃南河附近 莫马立兵 重新组建军队 没用多久迅速再次崛起 被各族首领推举为成吉思寒 这引起了当时实力最为强大 乃蛮人的愤怒 米尔启人 太师巫部 等都选择投靠乃蛮部 克裂部王涵的儿子也发动了叛乱 带领部族加入敌方阵营 王涵本人也被乃蛮部边将所杀 此时铁木真的眼神中充满无比坚异 沉着冷静地制定作战计划 争夺草原霸主的大战 一触即发 战场上强大的敌兵 率先发起了进攻 喊沙声震撼整个草原 万马骑奔 扬起沙尘遮天蔽日 铁木真的军队 在正面阵地上 立起了木板车 躲在后面 用弓箭俱敌 严重地干扰了敌军冲锋的节奏 又故意打开一个缺口放他们进入 可这里等待他们的 却是假人空盈 发现重气却为时已晚 四周高地杀出了早已埋伏好的伏兵 一阵强弓禁弩伺候 被困敌军损失大半 王涵的儿子也葬身在乱箭之下 紧接着发起冲锋合围 灭射起首领托黑托鹅 见识不好 夺马欲逃 被一箭射于马下 铁木真一声令下 大将折了面 率异军直接强攻太石乌部阵营 申请了塔里呼台 废话不说 当阵斩首 接着又下令别勒古台 与哈萨尔各代异军 对奶蛮人主阵营左右两翼 发起猛烈进攻 当两翼已经胶着混战在一起时 一直隐于铁木真身旁的主力军开始进攻 意图很明显 他们的目标就是奶蛮部的中军大营 身经百战的太阳寒 当然也发掘了铁木真的战术 可虽然两翼作战的军队 人数大大超过铁木真的军队 战时却相当胶着 下令向中军靠拢 管时间根本不可能 更何况冲向中军的军队十分凶猛 也不练战 就是一往向前 太阳寒的禁卫军设置的防线 很快就彻底崩溃 战场的瞬间突变来得太快 此时太阳寒想逃都已经来不及 曾经不可一世的太阳寒 就这样惨死在乱刃之下 战斗结束各部回归 向成吉思汗暴击 献上敌方各部落首领的首级 这一战的胜利 为成吉思汗一同草原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开启了他与子孙的征服之路 1 4 感谢观看